第一季节目的第一季节目 会有很多朋友和公众 因为这个工作 我们一直在做不同的事 很难复制计划 所以很难复制 但有时只有五周 就是因为从小自己身高比较高 然后老师会驼背 爸爸妈妈就让我去参加这个模特的培训班 让我去锻炼自己的心体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一次偶尔的比赛 然后让我进入到模特这个职业 其实我刚到北京出道的时候 并不是一帆风顺 也有经历过低迷 然后就是对模特这个职业 没有认知嘛 没有了解 所以你去的时候可能 不会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你可能会没有工作 那段时间其实我也自己很低迷 很低谷过 但是我也是相对于 可能我是个湖南人 就是骨子里有一股这种 湖南妹子的这种韧性 跟就是韧静法 就是让自己坚持下来 我以为我会对自己说 糟糕的事情它只是一天 但是它不代表一个月或者是一年 我只要坚持把下面的事情做好 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因为其实作为模特来说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就是能够走四大国际时装中的梦想 就像每一个演员都希望自己能够在好莱坞 就是成为一个明星也是一样的 然后再到后来 其实每一次跟不同的设计师合作 我觉得他们都是我 人生当中很宝贵的一笔财富 如果没有他们去训练我的话 我相信也不会有现在的我 然后再到后来就是也成了 Lapella的代言人 然后也是一个意大利非常奢侈的内衣品牌 所以我觉得每一份工作 其实都慢慢的一点一点改变了我 我把每一次的工作都当成第一次了 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还在坚持下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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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